欢迎收看理财最简线 关心美国总统大选的您一定会知道 当拜登退选之后 贺锦丽跟川普的民调近期是拉近的 所以我好想问 到底11月份谁当选 下一届的美国总统 而又如何牵动美国全球的金融市场变化 您该知道哪些的面向呢 就麻烦这位专家告诉您了 理财作家由廷浩来到现场 廷浩您好 瑞兰姐好 大家好 廷浩问一下了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真的是今年特别的紧张 民调接近的贺锦丽跟川普 接下来我们如何观察 没错 现在我们观察到的 十字迹象是贺锦丽取代拜登 代表民主党参选后 我们看到民调其实是有适度拉近的 可是过往我们看到在主流媒体的民调当中 容易形成一个严重误差 就是低估共和党的真实的民调水准 就是过去支持川普的 尤其在过去两次总统大选当中 因为川普都有参与 基本上川普的支持度 可能会比想象中还要来得更高一点 因为有很多其实支持川普 或者支持共和党的中间选民 他是比较不愿意表态的 也就是右派中间选民 稍微比较不愿意表态 但是左派中间选民 特别愿意进行表态 所以他就形成过去 我们看到在民调当中误差 拉得极尽 尤其在希拉里那一次就特别明显 不过说到了左右派 我想还是有些年轻朋友 不太知道左右派的定义 现在右是川普 左民族是贺锦丽那边 可左右派我们该如何来简单理解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左派视为进步派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性别平权 女性有自己的堕胎权 那么右派的话属于建制派 也就是追求美国传统价值 但是在过往之间 美国的总统大选 本身就是一个左右各自拉拢的空间 所以他并不是会因为一个总统的大选 而让他变到其左或者变到其右 基本上选民还是会适度的 选择自己中心的政治光谱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迹象是什么 因为美国是选举人团制度 所以大部分州 其实你已经知道最终会投给谁 重点其实就在摇摆州 目前的民调胜负 那如果我们从民调来做观察 你会像是亚利桑那 或者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宾州 密西根州 目前来看 感觉好像川普民调有适度领先 在明尼苏达州 和在维西尼亚州的部分 贺锦丽是稍微适度的领先 可是你会发现 误差只有非常多 大概都是借在2%到3%左右 所以没办法完全的说是 是不是川普胜率一定非常高 但毕竟可以承认的事情是 贺锦丽这次取代拜登参选美国总统之后 很明显他的民调表现 比过去的拜登还要好非常多 这个是第一个观察的重点 现在预估影响到未来贸易 版图版块的人士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关税教父莱特海泽 他就是当年发动 美中贸易战的始作俑者 第二个是前制造业的 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 这个他是过去针对海外市场 尤其像是钢铁 或者针对欧洲市场 采取相关禁制力 也是关税上的重要元凶 所以这两个人基本上现在都在川普的团队当中 换句话说 我们几乎可以非常的肯定 当川普一旦上任之后 对于中国或者对于海外的态度 他会来得更为显著 坚持自己右派美国利益优先的政策 更强硬 没错 另外一个就特别有趣了 反而是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这个特别有趣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马斯克虽然现在是支持川普 可是他自己有讲过 上一任他是支持拜登的 事实上华尔街的科技巨头 这一波有非常明显的风向转变 过往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民主党的票仓 都是矽谷那些科技巨头的创办人 极力支持的方向 为什么 进步派 支持改革 支持创新 可是我们看到在过去 由于拜登政府 他在获得市场上持续评价以后 你看到过去几年的政策 有一点明显着景迹象 导致了非常多科技巨头其实相对不满 比如说 我当年支出你这么多资金 来帮助民主党能够获选 追求一个更节能 追求一个更进步的社会 可是你现在每天召开听证会 针对我这些科技巨头来做监管 这是第一个冲击 那第二个呢 是你口口声声说 你要支持电动车 可是全美最大的电动车品牌商 特斯拉 却没有受到拜登的邀请 加入汽车功能协会 然后召开电动车相关议程的协商 所以你看到 马斯克就是一个明显转类点的人物 就是他在20年 当时是支持拜登的 但现在他反而支持川普 所以我们要具体观察的方向是 川普当然有可能 当选以后 对于能源穿三股有显著拉抬 但他不一定会对于科技巨头 有显著伤害 那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见当中 他有非常多的不同 他会影响到 未来整体国际贸易的局面 唯一相同的是什么 唯一相同的是 对于中国市场的意志 川普的政见 是针对中国市场 直接克取高关税 而且他认为 他克取的高关税 并不会引起高通膨 原因很简单 18年当时所克取的关税 并没有在19年 20年形成通膨 反而是联总会的海量货币宽松 或者像是民主党左派的财政政策的刺激 最终才会导致更进一步的高通膨 他认为关税战 反而有利于美国本土企业 所以民主党的政见 他跟共和党差在哪里 民主党是针对国内的资本家 科技巨头来做听证 来做反垄断 他要去除的是资本家 但是共和党呢 他要去除的是海外的敌人 海外把我们工作 夺种劳工机会的这些人 所以这是两个政策方向的不同 那第二个政策方向 是共和党的政见 看起来过往来看 都是反气候变迁 或者不认为气候变迁是一个重要议题 而民主党则是 但是有可能在本轮的政策当中 重点并不是在气候变迁 重点在于如何确保 美国的各项产业处于优先 那虽然电动车它是节能产业 但是只要它能够保持优先 保持领先的话 它一样会支持 再来就是针对税率的问题 待会我们会谈 基本上共和党的政见 始终都是希望借由 针对富人企业家的减税 来扩大更多的消费 而民主党的看法是 我必须要借由 针对富人和企业来克税 来获取更多的财政挹注 因此来帮助穷人 这是他们的政策差别 所以我差不多问一下了 是不是就是因为 现在共和党的政见 是针对境内的美国人降税减税 所以就算我对进口的产品拉高关税 也不会带动通膨 言下之意是这样吗 因为我刚才思考 为什么拉高关税 因为所有的国外进口到美国这些商品 要拉高关税 一定会带动一些的物价变贵呀 那您说是不会的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针对的是属于广泛性产品来克税 它克税的方向是属于地区性克税 而并不是针对产品性克税 其实很多产品 除了中国可以出口到美国以外 很多市场它都可以出口到美国市场 所以反而在国际间18年以后 我们看到国际的出口贸易 就产生了重要的转折 所以重点是什么 你看川普有没有当时在18年 直接针对半导体市场克税 根本没有 半导体市场某种程度根本就是免税的 所以它是点撞非全面 没错 所以如果是以美国关税的税率来看 我们看到川普的政策 它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对手 而并不是广泛性的 向海外市场来进行隔绝 川普还是支持国际贸易的 所以如果我们观察 美国关税当时在18年 你看突然跳升 到9.8%以后接近10% 拜登当选以后有把关税占取消吗 没有 关税到现在为止就一直维持在10% 所以我们不能说 民主党跟共和党 对于中国客关税这些方面是没有共识的 其实还是有共识的 刚才我们聊的是国际贸易关税的问题 绿能政策的问题 按税率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属于中间的经济选民关注的方向 但是美国其实很多并不是经济选民 美国很多 他关注的是内政问题 比如说像堕胎问题 像边境移民的问题 像乌俄战士的问题 我们举例来说 像堕胎议题层面 这一波 尤其罗素韦德案翻盘以后 就导致很多民主党支持者 愿意站出来来支持民主党 即便过去几年通膨非常高 但是边境移民的问题 又导致很多 这个本来偏左败 左倾的中间选民 开始产生了比较显著的转变 举例来说 我们过去很清楚 既然是左派进步派 一定是对于边境选民 或者说边境的移民 更加的包容 关容度比较大了 对 可是问题是 美国现在每个月是30万的非法移民 大量的游入到美国本土当中 抢到他们的工作 对 那就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从非农 或者说从总体劳动力市场来看 好像表现并不差 很多人在工作 可是你打电话问传统白人 不对啊 我已经失业了 它就造成了边境移民 即便我是偏左派 都已经影响到我的利益 所造成左派政策 左倾过头之后 所造成的反弹 还有一些的社会问题 没错 那其他像是乌俄战士的问题 或者以哈冲突的问题 所以这些内政问题的转变 过度左倾之后 所造成的反弹 都有可能是影响到 民主党本轮票仓的重要原因 林高请上来 本来大家认为说 共和党民主党的政见差很大 不是 提高这么一讲 有些还是有共识的 这一章 我们大本假设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美国总统的话 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如何反应 第一个要观察的重点就是 是不是川普当选 股市表现就不好 是不是通膨就因为关税战而极高 我们要用回测数据来判断 我们举例来说 在川普任期当中 17年刚上任的时候 通膨是2.13年增幅 18年是2.4 19年是1.8 20年是1.23 你看得很清楚 掉下来 这几年的通膨 都比拜登任何一年的通膨来得低 即便他最高的18年美洲贸易战 通膨来到2.44% 拜登最低的通膨是多少 今年也还是3% 还是高于川普 21年拜登以上就是6.8 再7.1 再3.7 那挺好不好意思 不是我要帮拜登说话 帮民主党说话 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失真 失真的原因是因为 COVID-19是在2021-2022 COVID-19之后因为供应链 供给端子那边所带动的通膨 接下来大家又升息 然后需求经济转好的 需求面带动的通膨 所以那是因为COVID-19的影响 对啊两个角度 这个就是拜登的说辞 但川普的说辞是什么 你以为都是因为供给面的影响 但正常来讲 供给面一回归正常 通膨应该早就应该回归了 不应该回归这么慢 这说明什么 因为左派政策他所挽救经济的策略 挽救经济政策的方式 都不是基于减税 都是怎么样增加财政刺激 所以大规模的财政刺激 以前我们看到的基础建设法案 或者我们看到的一些 抗通膨法案都是撒钱 这些钱最终就造成了 通膨僵固性就非常高 因为你撒钱钞票太多了 如果你一再QE的话 当然通膨就会推升起来 所以川普才说 要是共和党来执政 根本就不会有这么高的通膨 那第二点角度是通膨这么高 那应该金融资产 应该会有更显著的涨幅 可是拜登任期 从21年到现在涨幅是4成5 可是你看川普任期 17年到20年 涨幅是6成7 说明什么事 我通膨比你低 资产价格涨幅居然还比你高 那尤其在地缘政治层面 川普任期其实没有任何战事 那拜登任期有无二战事吗 有以他冲突吗 所以这第一个表现就是 川普对于资本市场 并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他可能会有一些 由于短期言论 影响资产价格的波动 但是波动度价搭 但是长牛并不会改变 所以你可以仔细观察 我们从1940年以来 统计标普白的趋势 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任期 长年期怎么样 不管谁当选 都不会影响美国股市的长牛格局 美国股市我们叫做三代底 什么意思 不只我看到牛市经常会创高 我爸爸也常常看到牛市创新高 连我阿公都知道牛市会创新高 三代牛 三代牛 所以现在市场上最好奇的问题就是 可是川普最大的变数就是他的关税战 他的关税战不会影响吗 第一个对通宝民影响 第二个 那川普减税以后 到时候美国财政赤字的问题怎么办 你准税就收不到这么多的税收了 这个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当中的最大的区别 川普认为减税可以增加我的税收 增税不会增加我的税收 怎么讲 有点反直观 他基本上讲的是拉巴尔曲线 简单来讲的事情是 当税率越高的话 照来讲我的税收就应该越多 当然对 可是你实时观察到 美国具体的统计是 当你税率高到一定的极致之后 就会有一个临界点 然后就会开始税收减少 为什么 税率太高了 没有人要创业 没有人要消费了 你税率这么高了 我干嘛要做生产呢 对 对不对 那我就躺着 领社会福利就基金就好了 所以现在川普的看法就是 认为我们现在的税率实在是太高了 导致很多民间不愿意创业 只剩下那几只科技巨头在做 如果我们适度的把税率给降低以后 这个时候税收反而会拉高 为什么 消费起来了吗 我捡你的税 我希望你去消费 按照美国的低除息率 是非常有可能做到的 对对对 所以川普现在就打着 两点重点的政策方刚 第一个就是减税 希望可以达成进一步的消费刺激 第二点 川普尤其在当时 我们看到枪启案 遇刺案 他指的那张图指的是什么 就是美墨边境的每个月的移民人数 川普要结束这个乱象 我们都很清楚 川普任期以内 基本上没什么美国移民 每年大概就是 可能不到50万人 可是拜登任期 每个月是30万人 快速的涌入进来 所以这些人取代了 美国原本的劳工机会 所以从经济政策来看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呢 第一减税 资本家开心 股价有更显著的推动 第二 由于每月移民人数 接下来有可能 随着川普的当选额减少 就代表着美国的基本薪资 有可能会真实的反映 美国的景气状况 不会因为 现在景气明明就很好 怎么会拜登当选以后 薪资政府反而不够快呢 原因就是因为 每个月的移民人数 快速的涌入 所造成的表态 那简而言之 我认为 如果贺锦丽当选的话 基本上过往的民主党政策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也没有 更惊人的意外或者突破 可是川普当选的话 我们可以借由这两项政策 看到一个更加繁荣的美国 我认为反而是持续存在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即便我们的看法 可能有一些误差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 现在美国股市长期标普 顾外的走势 它是反映景气的上行 并不是反映任何单英 总统候选人的当选 所以川普也是比较倾向 降息基准利率要压下来 对不对 没错 落美元低利率 对耶 因为你如果税收缴的少 我身上留的钱就多 我就愿意消费 货币乘数效果就带动起来 而且低利率 基准利率压低 如果我做生意的 我会愿意借贷去做投资 所以I跟C都起了来 经济就起来了 好 感谢廷靠 非常谢谢您 真的是很不错 今天终于明白 川普经济团队心中的想法 当然现在贺锦丽的民调 也是在拉高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确实的让右派势力 崛起也抬头 贺锦丽现在的左派部分 也在拉高声势 可是无论如何 美国政签的情势 从他们的政见当中 看得出来 各项议题并非完全绝对两极化 如果降税的话 像刚刚的廷靠所提到的 降税 人民所拥有的钱变多 货币乘数带动消费力道 另外呢 让基准利率压低 投资也会带动起来 再来包括了边境移民这些等等 看似好像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就端看 11月份到底是贺锦丽 还是川普当选 因为美国经济都会牵动到 全世界的金融变化 以上的结论 听到正确吗 听到正确 非常感谢您了 今天更了解 美国总统大选 您该关心的面向 不过说到美国总统大选 不知道您的想法如何 如果您有不一样的见解 帮我留言 写给瑞兰姐知道咯 我们下次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诈骗超觉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赖群组都是诈骗 请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 请不吝点赞订阅